她回來了,她太太跟她說 唉,我今天跟她說,我真的很辛苦 那她老公怎樣回應呢? 她太太想她老公怎樣回應 想不想聽她老公的回應 她老公說,辛苦就不要做 別人做吧,別人做吧,每天都做 她太太說怎樣? 她太太說給我 她說了一句話 其實她太太只是說這句話的時候 她是想你告訴她做還是不做 還是想要什麼? 她說什麼? 是呀 她是想生一下,給你聽多辛苦 想你明白一下她 所以其實很簡單 你的回應呢 如果你說,是呀 她真的很辛苦 這個加油你真是好 怎樣? 唉,想完了就死了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那個關心呢 必須要去到這個層面 就必須要去到這個層面 要不然呢 關心不到了 是嗎? 好了,這樣呢 我就會問 溫姑娘,你說這麼久 死吧 難道去到這樣 這樣就完了,沒有事要做的了 我們覺得很不安全 很不安全,沒有事要做 還有,你要知道那個病人 她可能今天跟你說 她的媳婦怎樣怎樣怎樣 下個星期回來呢 又是跟你說她的媳婦怎樣怎樣怎樣 再下個星期回來呢 又是跟你說她的媳婦怎樣怎樣怎樣 那怎麼辦呢? 她不停地重複 她不停地重複 那怎麼辦呢? 你有沒有試過呢 經歷過一些很危險的情況嗎? 你有沒有試過嗎? 沒有試過啊 我試過呢,我在我女兒 兩歲多的時候呢 我拖著她過馬路 她還會突然呢 拖著我的手就直接 很美過的,在那裡等過馬路 她突然拖著我的手就直接衝了出去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那巴士呢 幸好是轉彎 而不是直線這樣衝過來 那巴士又轉彎 那時候我就很害怕 我開到大喊 然後我旁邊的主婦呢 就喊得更大聲 蛤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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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那時候完全反應不到 只是要衝出去抱著她 就抱著她 就抱著她 然後那巴士呢 拖了我旁邊 哇 感谢主 很惊险 这件事 我不停跟别人说 说完一个又一个 说完一个又一个 我说了很多给别人听 我说到今时今日 我为什么要不停说 是的 我不停说的时候 我才可以控制自己的那种 如果脑子不停组织 整件事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发生了什么 原来那一刻 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是要不停组织 我才知道 原来那一刻是发生了一件 这件事 原来我怕会这样 原来我怕得 可以不懂得跑去 是的 其实很正常的 你冲出去第一步走去 原来我怕得不懂的 我说我是第一次这么怕的 我说 感谢主的隔壁就停在我旁边 如果我们两母女都 你今天也不用听我说 所以其实 一件事 如果对那个人很重要的话 他一定不停地重复 好像911的事件 地震 911的震灭 那些人不停地 见人就说 见人就说 现在要这样 他要不停地组织 组织 他人生可以设定自己 才可以奥吻 所以我们不要怕他不停地说 我们就让他说 他一直说一次 他会明白一次 说一次 他又不同一次 你说完之后 你会发觉 咦? 好像不同了那些东西 说完之后好像 咦? 那件事好像清晰了 是吧? 所以其实他也是 他都需要不停地这样说 但是 你可以说 溫姑娘 我不停地说 对着这么长 我可以了 人不是常常可以 在你身边对着这么长 我可以吗? 可以吗? 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 没反应 没反应 对着这么长 没反应 不能够明白 我们刚才说 一个关心我们一定要有什么? 是吧? 一定要有这个部分 是吧? 那你对着风长不说 会不明白你 不明白 是吧? 所以他一定要对着人说 是吧? 对着风长不说 可以 那就对着你说 是吧? 那你呢? 你可以做些什么? 他对着你说 你这样 这对着风长有什么分别 是吧? 是吧? 我们怎样才可以 让对方觉得 你一路说的时候 他觉得你明白他呢? 有没有看过苦情戏? 有没有看过非惨的那些? 那你一路看苦情戏 你会怎样? 是呀 跟着哭 是吧? 旁边的丈夫 姓少少就立刻 摘纸巾 是吧? 是吧? 我记得那时看过 我跟着什么场面 是吧? 哭到我呢? 是吧? 所以呢 其实呢 你要给他一些feedback 是吧? 如果他跟对着风长 是没有分别的 是吧? 如果你说 糟糕了 温姑娘怎么给feedback 啊? 其实就是看你的投入 你用听 你是很投入去听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 面子也会有反应 是吧? 是吧? 是吧 那我们的 如果你说要怎么样呢? 你可以尝试一下对照一样 其实我们对着病人 就可以照一样 那样 那病人很难受的时候 他看到你那些人有少点难过的表情 他就觉得你难了 是吧?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给反应 是吧? 那给什么反应呢? 是吧? 是 是 是 你也有難過 我真的不耐用 日子都是不耐用 行不行 那個人覺得你明白嗎 其實我講很多事情 有沒有問題 沒有 但你覺得沒有人會 所以我們真的要反應他 那你就死了 整場就這樣 嗯嗯嗯 哎呀好辛苦 嗯嗯好辛苦 整場這樣入閉 我們的同理心 剛才那些已經是同理心 明白嗎 明白嗎 剛才那些是同理心 同理心都會說出來 我們真的會說出來 我們用一個什麼方式去說呢 你加一個 你加一個感受的字眼 就好像我剛才說 那個波士 就是趙如美快 那你出來說說說說 如果你用一個同理心去回應他 你要聽了才回應 是吧 做了剛才我講的那些 然後你回應他的時候 你怎樣回應他 是吧 你看到那些青筋都會說出來 說到 是啊 哎呀 就是這麼簡單 懂不懂 同理心就是這麼簡單 那個回應 是吧 你很生氣 是吧 就像我剛才回應的 那些句都是這樣的 是吧 是吧 你很難過 是啊 你真的不容易 是吧 都是這樣 所以 一個你加一個感受的字眼 就可以了 行不行 這個就是同理心 我講完了 我同理心 明白嗎 有沒有問題 我講完了 我同理心 明白嗎 明白嗎 是的 回去練習一下 今天我們沒有什麼時間去練習 我們就說 哎呀死了 溫姑娘 講完這句說話又怎樣 啊 你很生氣 那又怎樣 那死了 沒有話要講的了 其實呢 當他講完 即我們這個process 即這個過程 我們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有這個過程 我們不可以一開始 就去一些故事 我們先有這個過程 先 好了 當這些完蛋了 我們呢 就可以用他的感受字眼 就跟他看看他的心靈故事 那 那 就 那 如果那個病人 他給我 說 是 其實 譬如他跟你說 哎呀我真的很激氣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吃得又健康 又 這麼多人 我都會生癌症 做什麼 那你怎麼回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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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同理心 是吧 那你就可以呢 那你就可以呢 下去的心靈故事 那裡 啊 其實呢 你這麼不甘心呢 啊 你過去是不是都經歷了一些事情 是這樣的 那 我們就下去呢 他心靈故事 通常你這樣問他呢 他就一定會告訴你呢 他過去發生的事情 那他就會開始呢 講他呢 過去的一些故事 一些的片段 啊 那 其實 我們為甚麼要聽他的心靈故事呢 是否要八卦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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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我要聽這麼多他的心靈故事呢 我為甚麼要從小到大呢 他可能真的由他走難開始 下來香港就開始講給你聽了 在大陸打仗的日子又講給你聽了 那為甚麼要聽這麼長的故事呢 我們聽故事的時候有甚麼可以做呢 有甚麼可以做呢 有兩件事 其實呢 當他經歷了整個人心的時候呢 去到最後的時候呢 你猜在我的人心裏面呢 有幾多個人呢 不要講他 講他 講這裏 在你人心裏面呢 有幾多個人呢 是讚過你 很肯定你 多不多 有幾多個人心裏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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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棒 都很棒 他會知道 他更加想死 他更加想死 想死快一點 所以其實呢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的病人 特別我們的病人 都可能是老一輩子的那些 後生的那些現在幸福很多了 是不是 各個教育專家都教你要讚啊 要甚麼啊 現在你子女又幸福很多了 你要讚一下 你想想你媽媽 爸爸媽媽的年代 誰會讚過他呢 兩個啊 是不是 所以其實呢 當我們一路去聽心裏故事的時候 我們不是發掛 我們不是要知道別人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真是呢 可以做到一個角色呢 就是我們一路聽的時候呢 我們就找一下 那個心裏故事裡面呢 有甚麼你很欣賞他們的 你告訴他們 會不會沒有的 不會 怎麼呢 是啊 不少不少也有一些 他能夠活到今時今日 他應該值得你讚啊 是不是 他能夠活到今時今日的時候 他要堅持多少 他才要堅持到今天 是不是 他養大了子女 是不是 他建立了一個家 是不是 他要去生存 去賺食 那時候的生存是多艱難 不是現在今天這樣啊 是不是 那時候的生存是很艱難的 他要做這麼多的事 其實 沒有人拿出來的 那 義工 可以做到的 起碼就是這一個人 是不是 給他一個肯定 是不是 你告訴他 啊 就是你的人生 原來真的不容易 你真的做得很好 你真的做得很好 是不是 是不是 你可以說 你看 他因為其實 人真的很有趣 他永遠都看自己不好的東西 是 很少人 他真的會自然說 你都不看自己好的東西 是不是 好會人認的 是不是 他永遠都看著不好的東西 但我們呢 只要給他看一些好的東西 其實 就算他在一個事業裡沒有成就 都沒有 他至少有一個很大的成就 是什麼 是什麼 是啊 是啊 他建立了你的家 他建立了你的兒女 無論他嫁得好不好 還是有一個事 這個不重要 七、八個子女 你叫他怎樣搞 是不是 但是我們能夠養大他們 那個書教 是不是已經有很大的成就 是不是 這些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肯定的地方 我們所做的事就是這樣 我們去肯定 還有 還有我想這一樣東西 我們都比較少去講的 很多時候病人 通常都會覺得自己不夠的 是不是 我未做夠 是不是